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10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三了 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最近多了很多朋友問我 最近好像市場 好像比較好一點 說的是樓市 為什麼呢 大家都認為美國會快速減息 香港會跟隨的 而且 很多人都覺得香港人有住屋的需求 怎麼也要買樓了 最近我有朋友告訴我 他也要買樓了 我說我勸他 你想清楚一點 他說不是啦 因為賣的那個很便宜 趕著移民英國 那麼他就快批倒了 他要在批倒之前 馬上賣 寧願 劈價兩成多 差不多七五次就買到了 以前銀行股價1000萬的樓 七八五十萬就買到了 結果這麼便宜 他忍不住 他就落槌了 這些情況是有的 也有網友跟我說好消息 他說 聽了你的說法 我勸了我媽媽三年 她終於肯跟你的方法做 結果 兩層樓賣了 現在只剩下一層 很快就賣了 為什麼 因為經紀 沒有公開 經紀ja沒有公開 你說過你有兩個傭客 everlasting用盥 儷快錢裡面 儷快賣來加掉 這個樓盤 很快就有很多人推開 他說放了3年 3年 連一個人推開也沒有 結果因為得到就有獎金 她就會變成 你知道 我只是做單邊而已 因為有時候你也知道 買賣的東西 可能 心大心小 別減那麼多了 要減那麼多 我不願意 但是當經紀知道你 很想賣 很心急賣的時候 你肯減價的時候 你還要給獎金 他就做你了 因為你穩陣 做你不會壞 因為做經紀 大家也知道 他是做兩邊的 很多時候 做兩邊會有一個風險 就是一邊說到另一邊 可能是起飛腳 臨時脫底 或是不認數 當你握緊了一邊 其實是相對好做的 而且你也會收多點勇 你握緊了一邊 其實只是單邊而已 但是你會收兩份勇 而且那個人還要給獎金 當然是拚命 這是心理上的問題 好了 這一節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甚麼 他們會認為有小陽春呢 我也可以告訴大家 少少反彈可能是有的 因為 當 某些 物業跌到一個價錢 例如你一千萬 銀行股價一千萬 你七百五十萬買到 你覺得很笨 你現在樓價就算跌兩成 我也沒有吃虧了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當然 我也沒有辦法跟所有人 說 因為每個人的 需求和要求不同 或者實際需要不同 他也趕著結婚老婆 說沒有樓不嫁利 有這樣的個案 但是我始終也想告訴大家 香港的整體的事 我跟大家分析整體 是會慢慢再跌下去的 因為明年美國即使減息 香港實際上 是不是可以跟著減息呢 因為香港會有一點制候 未必即時減息 但是 只要有一個預期 大家都會看好一點 起碼心情也好一點 減了減了 開始減了 問題就是 美國是不是真的明年會減息呢 這個 現在仍然是不確定因素 因為聯儲局 突然間就放鷹 又說不一定要減的 所以 大家要看著你 至於美國 是不是真的減息呢 實際上 他減息也好 香港也可以不跟的嘛 大家不要以為是理所當然啦 現在最大的風險 就是港幣跟美金有機會脫鈎 這個才是最大的風險 當港幣跟美金脫鈎 我們掛人民幣吧 人民幣減息 問題就是 使人民幣只會貶值嘛 當如果美金跟人民幣 這個 即是 跟港幣脫鈎的時候 而港幣 你無依無靠 只能夠掛人民幣 那你就糟了 你會加重人民幣的負擔 因為 你一掛人民幣 其實你會把這個重擔掛進去 人民幣 還能受到自己本身的貨幣呢 他本身受到自己本身的貨幣呢 他本身受到自己本身受到自己本身受到自己的貨幣呢 你想掛進去 到時 我想也會有些問題 當然啦 這個情況是不是會出現呢 難說 但是 始終有一個一定的風險 好了 加上現在香港 那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有代替品 香港的樓市有代替品 原因就是 我們發覺多了人去大陸消費 而這些人 他們慢慢會 接受大陸的事物 大陸的生活習慣 大陸的物價 覺得每樣都是大陸便宜 怎麼辦呢 可能會有部分的人選擇搬回大陸住 未必在大陸賣樓 但是 他們有機會賣了香港的樓 而租大陸的樓 他們可能會 達至最高的效益 香港的樓可能會跌 而大陸的租金也越來越便宜 他們租到很便宜的樓 他們計算了之後 他們覺得 好處 做這個操作的人 我想接下來 會上升 會上升 會上升多少下 那麼你想想 到時香港就會有一大批人賣了他們手上的樓 自住樓 搬上大陸住 租帽市場也不會讓香港也浮不起來 因為 這批人是消失了 這批人 承租的購買力是沒有了 甚至乎買樓的購買力也沒有了 這樣就糟糕了 香港的錢 第一 少了 第二 他們欠了一筆錢 不會在香港買樓的 應該看好一點 這個就是我看到接下來的趨勢 至於 發展商方面怎麼看呢 發展商一定會加快退盤 因為現在 所有購買力其實被Yoho West吃光 大家都知道 外面有很多盤 你可以看到 不是很行的 因為 每個人都信新同機招牌 問題呢 這個可能就是壓垮現在樓市的最後一間稻草 正如當年的浩景灣一樣 浩景灣在1997年最高峰的時候推出 一炮二紅 買了滿堂紅 結果 一爆起來 死火了 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裏 把樓市很多的購買力拿了 今年也是一樣的 今年兩個大盤 一個就是七海澤 一個就是熊景灣 不是熊景灣 不是熊景灣 兩個其實吸納了市場很大塊的錢 之後怎麼辦呢 之後 很多發展商的貨美 是還沒有賣光的 那些人說得 很誇張 明年 連賣新貨 連賣舊貨 有十幾萬個單位 我不知道數據怎麼來 我聽說有 15萬個單位 15萬個單位怎麼消化 消化不了啊 是不是 有沒有那麼誇張呢 現在據說 香港的發展商有兩萬多個單位 明年有沒有十三萬個 數字方面 我是有一點保留 但是如果你有這個 數據可以提供給我 請你留意 好了 我們不要說15萬 說回今年兩萬多個貨品賣不出 已經是一個很大件事 你想想一下 兩萬多個盤子出來 市場也吃不完 一年的二手成交 只有兩萬多個 新盤是多的 但是 明年還有新盤 明年還有落成的 今年 明年落成的要推出來賣 後年落成的 明年也要賣樓花 你想一下 多少供應才行 所以呢 每逢反彈 其實就是給大家出貨的好時機 如果 今年農曆新年之後有個小遊春 大家趁心顧貨了 但是會不會出現呢 我其實很懷疑 因為主要 大陸沒有錢 你不要以為大陸有錢來買樓 現在是靠香港的 現在 香港本地所有東西 你只能夠計算的數字就是靠香港本地的消費 靠香港本地的購買力 而不要想著有外來的客人 因為 大陸自己也不行 新聞說哪裏有些專材有大陸客人買 其實 10號風球也有人撿不到兩塊樹葉 很多時候 甚麼都有機會是撞到一些例外的 一個半個盲的 不知道 看不到壞消息 或者 自己手上可能有其他地方有些錢 就在香港買了 所以 一個半個 但是他們幫不到手 你要知道 個別的成交 你會不會幫整體樓市推上去 做假成交就有 真的成交就不多 尤其是創新高的那些 大家知道甚麼事 全部都是假的 所以這次樓市會不會有小陽春呢 我 不是那麼看好 3月份 其實 市場會更差一點 因為 很多在香港的零售 很多 那些 餐廳 小型的餐廳會大規模地倒閉 因為 真的養不起那麼多餐廳 在香港 多了人向大陸消費 逢假期 我們假期也下跌了很多 不論是view 廣告 全部都下跌了 那些人出了去玩 所以 在香港做生意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的生意在 幾天長假期 差到他們都不能夠想像 打算靠聖誕新年 可以翻新的人 全部狼凶 會加速令到很多人投降 又或者 他們斬立 賣 不玩 可能頂著舖出來 甚至乎交給業主 走路 很多這些事情 會發生 所以 氣氛 只會更加差 不會好 如果真的有一點反彈 大家趕快猜測 這是一個好機會來的 遲些 三四份是最惡劣的時候 這節時間 我先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龍國空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控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 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如果在香港的朋友 你 被湯家驊恐嚇到 覺得上網有點危險 沒關係 選購我們的VPN服務 保證你 上網獲得101%安全保障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rk的VPN 選擇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rk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它不是有色的 也可以看到 說得下的塑補 內飾 一起到戶外 確保住